伦敦奥运会拉动了伦敦经济的增长 比如说餐饮酒店旅游 包括这个购物也是异常的火爆 但是传来的不光都是好的消息 比如说伦敦剧院的生意就冷清了不少 伦敦是被称为是戏剧之都 那么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一条剧院街上 也是汇集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知名的剧院 但是现在奥运会 它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人潮 并没有使这里得到多大优惠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五点半左右 距离剧院开场只有两个多小时 现在这些剧院门口的这些售票亭 依然是门口罗雀 奥运开始之后 每天大量的游人涌入 东伦敦的奥林匹克公园区域 奥运线路交通拥挤 也带动了周边的零售业 相比之下 享誉世界的歌剧魅影 猫妈妈咪亚似乎魅力不足 根据统计 奥运开幕第一周 伦敦剧院的票房 跌到了今年的新低 平常人还是蛮多 对对对 尤其在前面一年的售票亭 每天晚上基本都有个 人在排队买戏剧的票 现在是奥运期间 肯定是看奥运为主 因为只有十多天 为了应对中心城区的游客锐检 伦敦景区联盟宣布 伦敦塔 大英博物馆 科学博物馆等传统的伦敦景点 都将相应的延长营业时间 并且以奥运期间 人少不用排队这样的噱头 来吸引游客 可是 这些至少目前来看都属于无奈之举 大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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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卓